历代至下 第八章 所罗门建造耶和华的殿和王宫 用了二十年才完成 所罗门修筑西兰送给他的城镇 使以色列人住在那里 所罗门往哈马索巴去 供取了那地方 所罗门建造旷野的达末 建造哈马一切的储货城 又建造上伯河伦 下伯河伦 成为有墙 门 栓的堡垒城 所罗门建造巴拉和一切的储货城 战车城 战马城 以及他所想要建造的 在耶路撒冷 黎巴嫩 和自己所治理全国中的一切建设 至于所有剩下的百姓 部署以色列的赫人 亚摩利人 比利喜人 西魏人 耶布斯人 那些以色列人 在当地不能灭尽的人 所罗门征召他们 剩下的后代服劳役 直到今日 唯有以色列人 所罗门不使他们当奴仆做工 而是做他的战士 军官 战车长 骑兵长 这些是所罗门王的监工 共有二百五十名百姓的监工 所罗门把法老的女儿 迁出大卫城 上到他为他建造的宫里 因所罗门说 耶和华约贵所到之处 都是圣地 所以我的妻子 不可住在以色列王大卫的宫里 那时 所罗门在走廊前 他所住的耶和华的坛上 向耶和华献凡祭 有遵照摩西的吩咐 在安息日 初一 以及每年在除教节 七七节 祝彭节 三个节期 献每日所当献上的祭 所罗门照着他父亲大卫 所定的条例 分派祭司的班次 担任他们的职务 又分派立位人的任务 负责送赞 并在祭司面前 做每日当做的事 又派门口的守卫 按着班次 看守各门 因为神人大卫 是这样吩咐的 王对众祭司 和立位人的吩咐 无论是管理库房 或任何事物 他们都不违背 所罗门所有的工作 都准备就绪 从立耶和华殿的根基 直到完工的日子 耶和华的殿就完成了 那时 所罗门 往以东地海岸的 以寻加别 和以路去 西兰 派他的臣仆 把船只 和熟悉航海的仆人 送到所罗门那里 他们同所罗门的仆人 到了俄斐 在那里 得了四百五十 他连德金子 运到所罗门王那里